今年秋台 以一个接一个 菜价也升高 升高 再升高 婆婆妈妈大喊 吃不消 行政院消保处18号 访查各家大卖场 了解菜价波动 有两项是往上涨的 那两项是蔬菜类的 那一个是青江菜 一个是地瓜叶 菜价这么高 民众到底该怎么办啊 两属农委会他们提供了 平价这个部分 那由139大降到99 哇 想要省钱的民众 还可以把握什么诀窍 那最近因为菜比较贵 所以就会有搭配洋葱 比较会买真经类的 希望这次查完菜价后 可以让价格回文 民众才能安心吃菜 真人中心 最近便当里都没菜 报导